正当俗称武汉肺炎的COVID-19在拉丁美洲以及南亚的疫情不断扩大之际 中国北京的疫情近日也出现重大变化 一处市场出现群体感染导致北京疫情迅速升温 五天来新增超过100例本土病例 世间卫生组织WHO已将此列为重大事件并展开调查 在此同时美国会共和党公布报告 大批世卫组织但不支持美国推出 在北京疫情升温的同时 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共和党团 15号公布了有关COVID-19起源以及爆发过程的初步报告 这也是美国国会自疫情爆发以来的首份官方报告 报告除了批评中国从未向世卫组织正式通报疫情 以及初期对疫情的隐匿之外 同时认为世卫组织应对过慢导致全球大爆发 因此民署长谭德塞因辞职下台 同时因展开国际调查 不过这份报告并不支持美国如川普所说的退出世卫组织 WHO已在先前证实 美国目前尚未正式展开退出世卫程序 而根据外媒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17号也将在夏威夷会见中国外交领导官员杨洁篪 这是美中双方因疫情剑拔弩张之后的首次高层会面 目前看来 美国尽管在疫情应对上对世卫组织与中国措辞强硬 但实际关系似乎还不想弄得太僵 也仍保有最后底线 央网编译林博宏报道